Full Wild Life是一座城市公园 坐落在威尼伯的西南部 这座占地大约640亿亩的公园 分布着森林、湖泊、山坡、草场和湿地 公园里的森林主要是白羊林 白羊树是北美分布最广的树种之一 这种落叶木不仅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树皮也可以 白色树干朝南的部分可以分泌白色粉末 在过去原住民利用这种粉末防晒 树干上的黑斑是因为感染一种精肋造成的 由于白羊林的侵略性 林中的草地一年年缩小 穿行林中 抬头可见鸟儿们咸枝草建成的鸟窝 人类朋友也为他们搭建了各式各样的鸟屋 在鸟儿头石站 能看到鸟儿们在此觅食 它们上下翻飞 接力欢唱 一只调皮的小松鼠也来到了头石站觅食 眨眼间它已经爬上了树 忽然又欢拖地跳到了雪地上 幸运的话 能遇见害羞温顺的鹿 公园里有大大小小数十个湖泊 冬日的湖泊接了后始的冰 人们在湖泊上划冰冰掉 最热闹的地方是孩子们喜欢的滑道 公园里的草场住着一群北美野牛 北美野牛体型庞大 是北美最大的哺乳动物 它是曼尼托巴省的象征 在北美野牛草场的西角 有一座家庭小树屋 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草场 蜿蜒而行于林中的各种步道 自行车道 滑雪道上 不时有运动的身影掠过 公园里有展示原住民围猎 北美野牛的围栏 和原住民居住的帐篷梯皮 还有草原拓荒者早期居住的草皮屋 游客中心里设有触摩式博物馆 可以了解更多的草原省历史文化 为鼓励绿色环保步行和骑行进入公园免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g按下午联储面is